台塑的争产纠纷在今天最新的发展 这是三娘李宝珠 她为了要争合法配偶 控告王文阳 在今天最新的消息我们连线给张正伟 是主播各位观众 台塑产风暴是不是可能进行大和解呢 答案似乎是的 那么就在今天 这台塑李宝珠呢 她提出了合法关系的诉讼 在新店的民事法庭正式开始 那么她的委任律师就提到 有可能会进行和解 我们来听听稍早之前 她的说法 既然要谈就是有一个和解的气氛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那因为今天就开庭了 所以我们有跟法官表示说 因为双方在洽谈和解 所以是不是第一庭能够不处理实质的问题 那先把这个庭能够往后延 那我的经验是说 法官当然都很乐见是有和解的洽谈了 尤其是在民事案件 尤其是如此 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李宝珠的委任律师 宋老师强调有可能会进行和解 而目前争产的纠纷 如果可能战告一段落后 究竟有没有可能可以让这个王文阳可以分得国内 这王永庆一半的财产呢 我们来听听王文阳委任律师的说法 身份呢只是一种财产分配的手段 那整个终结的问题 最真结还是应该是财产的问题 所以因此在整个双方 未来如果协谈的话 重点还是如何去处理 有关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财产的方案 那最重要其实就是公平嘛 那这个律师刚刚也透露啊 其实这一次呢 双方最主要是财产分的公不公平的问题 而不在于双方到底是什么样身份的问题 也因此呢 究竟是有没有可能王文阳会一半的去承认李宝珠的身份 而对方也就是李宝珠能够接受 王文阳可以拿到国内王文阳遗产的一部分 甚至包括一半 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今天的双方的攻防其实算是平和 而李宝珠其实只有一位律师出席 但是王文阳出动了五位律师 而李宝珠则是让在台座王家担任大佬 这个扮演和协调性角色的王文阳的妹妹代表出席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把镜头交还朋友主播 压征合法配偶王永庆李宝珠 文阳李宝珠在今天都没有出庭 不过律师却透露呢 那么呢其实出现了有和解的可能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